配合花枝香政策要绿美化家园和社区 金峰香公所特别举办了角落庭园花卉地景艺术评讯活动 报名作业开始了 今年度有别于网 规定造景区域面积不得低于两瓶 并且要评讯出全香第一名可以获得8000块钱的礼券 欢迎香饼踊跃报名参加 家屋前的盆栽花朵绽放 也有摆放多肉植物与蕨类植物 为家园环境增添美感与色彩 而金峰香为了推动花枝香政策 希望乡民能将住宅前的庭院围墙或窗台等区域 都能进行绿美化 特别办理角落庭园花卉地景艺术评选活动 报名作业已经开跑 今年度别于以往 规定造景区域面积不得低于两瓶 并评选出全香第一名 可获得8000元礼券 这个活动原本是因为 乡长花枝香的政策理念 那所延伸出来的 那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往年都是才一年两次的一个评比 那这是我们是 今年是一次性的评比 那针对这个部分 想让全乡的乡民都含瓜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所以我们这次的比赛奖金是相当优渥 那我们第一名是8000元 对 那我们第二名是7000元 那第三名是6000元 那加座的部分我们就是取十名 就是5500元这样 那也有限制相关的一个评数 那我们最低的面积 参与面积是两平 就是6.6平方公尺 那有兴趣的乡民我们都可以来参加 参与评选的乡民要特别注意评分的项目 除了有特别的主题诠释 也许具有创意与整体效果 及美感度、环境整洁性 只要掌握方向就能符合评选需求 那我们评比的时间点 我们会落在8月8号及8月9号 那我们评分项目有分为五大项 第一项是我们主题诠释 那针对你所做的花卉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中心理念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感染力互动性及协调性 那你在整个家户的周边环境 那是不是有一个连续性这样 让我们可以知道 充分知道说 你想表达的意念是什么 那第三个是 我们的创意还有神体效果 那创意跟神体效果的部分 有可能就是 你有做一些打卡上的设施 或是有做一些 我们出乎意料的创意这样子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美感度 这次将在乡内五个村各选出两名的佳作 再评选出全乡前三名的园艺造景 报名日期直到7月30号为止 8月13号则会公布得奖名单 今年奖项相当丰富 欢迎乡民踊跃参与 一同打造美丽家园 解决结 金凤相不大